一般都要经过十几万次的测试 要保证它能够在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异常 我们一开始是从千分之十 到千分之五到千分之三 越到后来越难 7成24小时在工作了 我们的目标是千分之0.1的异常率 只有1%的人 会付出99%的努力 去超越这99%的人 北京确实是在人工智能里面来说的话 是一个首选之地 你想如果一个6秒的话 就是600间 6秒钟的话 你们算一算那个车子 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 现在我们是7秒的吧 拆码和混码一起 这个是什么逻辑 它这种逻辑严重地阻碍了我们的效率 我们是希望它如果9月底之前 能够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马上就通过 这个双十一的那个大速来去验证 眼前这个说话温和 对数字十分敏感的人叫梅涛 是科技部智能供应链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首席科学家 也是京东探索研究院副院长 今天梅涛正在做的 是物流分解机械币的研发工作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 网上购物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如何提升快递包裹效率 总而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成为物流行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人工的物流分解工作 不但枯燥乏味 速度低下 还经常会造成包裹错 漏发的现象 据统计 近2021年双十一当天 全国的包裹量就达到11.58亿件 面对短时间之内的 超大规模物流运输 爆仓现象时有发生 而今年的电商促销狂欢节 对于梅涛而言 是分减机械币的一次大考 如果说你第一次没抓成功 你第二次抓又没抓成功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考虑要换一个面 现在你们那个算法方面 有大概针对了几个异常 来做处理 现在算法已经是第十版了 我看 对 多个模型已经十多版 十多版了 大版本已经十版了 人要倒修嘛 但机械币它是不需要倒修的 我们希望有十个工位 有十台机械币 也只有两个工人 这两个工人它并不是去检选 而是说去观察这个机械币 有没有异常 让人去做人擅长的事情 让机械做机械擅长的事情 这样的话这世界不就 美好了 今天梅涛给研发团队上了一堂动员课 讲了很多研发之路上的坎坷和的缩者 因为像我当时念博士的时候 我的导师给我改论文改了有十几遍 这种东西就是慢工出细活 论文一定要改到你改不动为止 改到你吐血为止 你才能够把一篇作品给交出去 梅涛的研发团队很特别 研究生和博士生同学人员 占到了团队的60% 梅涛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身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莫名而来 因为当时研究生的时候 研三的时候在找那个实习 然后也会面了很多互联网的公司 然后听说这个团队的领导是梅涛 毫不犹豫地聚到了其他家的offer 然后决定过来这边实习 梅涛老师在整个视觉领域 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 会给很多的一个空间 然后让你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临近双十一 要想提升物流机械臂的工作效率 梅涛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机械臂看的问题 如何让机器看得见 让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 判断物品的大小 距离 重量 以及反应的速度 其实我们人的大脑 对世界的感知的话 有80%以上的信号 是通过视觉来感知的 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视觉的 这个计算机视觉能够做好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解决了 整个感知里面的80%的问题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摄像机 能够采集外界的信号 并且使得我们的电脑 能够去描述它所看到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 具有人的视觉的这个功能 这个原理简单的话 其实和雷达类似吧 就是它会投射光线出去 然后它去采集它投射出去的光线 然后这个投射出去的光线 是经过了一定的设置的 它有一些编码的一些原理在里面 然后它通过采集到的这个 结果的这个图像 然后会去做一遍解码 然后经过解码了之后 我就能知道空间中的每一个点 在空间中具体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关系 这样就能获取它的一个 设计的一个信息 我们成品的相机 就是我们实际上放到 机械币的工作站上面去用的时候 其实要做到一秒一秒的一个成效 虽然梅涛团队对机械币的研发 只投入了短短的半年时间 由于他们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 长年积累 现在机械币的视觉精度 包括成像速度 已经达到了国内第一梯队的水平 主人机械币减取了8到9小时 然后减取的单量应该是在700多段 它的整个异常情况怎么样 异常情况只有一起 是因为着物遮挡 又是运营相关的问题对吧 那我们机械币本身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是吧 真其你把镜头往上放一点 能看到上面的相机的状态 OK 这个镜头可以的 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现在是两个镜头 现在是有两套3D相机的系统 然后对应 因为我们是有两个来源位 就对应了两个来源位的位置 对 对 那个3D相机的纯上系统 我们现在怎么样 现在有进展的照片 我们测算想来大概会有10%左右的提升 所以当前最新的效果下 我们已经达到了超过400件的角色 随着工业4.0的发展潮流 单纯的工业机械币 已经无法满足更精细 更智能的操作 人机协作机械币 成为一股强大的创新力量 它为聚能化物流 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灵活和辩解 随着梅涛团队的不断努力 人机协作机械币的眼睛 不断在发展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站 它处理的就是3C品类的 这个家电 小家电 然后它一般盒子都比较小 重量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如果是大的话 它用很大的吸盘 它可以吸15公斤 20公斤 30公斤都可以的 现在我们是拍摄的策略是什么 是每一次剪一次 我们就拍一次 还是说就拍一次 现在是拍一次剪多次 拍一次剪多次 但你拍一次之后 比如说你剪了一个 然后它因为对立的原因 它可能就发生了变化了 那怎么办呢 会有这种风险 第二次如果剪失败了 就认为是一个暴错 就是重新开始这一轮 重拍一次 重拍一次 而且用真差的话 判断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计算也比较小一点 让机械臂代替人工 提高分减效率 这不是没掏眼前的美好世界 它早已不满足 在机械臂的硬件上下功夫 而是把目光投向了 整个供应链平台 平台能够最合理的调度资源 从供货的根源解决问题 让中午下单 晚上收件变成可能 有了这个平台 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才算是有了秘密武器 平台一旦研发成功 将是整个物流产业的 一次革命性突破 这个平台是2019年 科技部一共发了 大概10家民营企业 让企业来牵头 建这个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商品平台 他们希望京东这家体量的企业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到基础科研 做一些铁研探索 所以现在国家我感觉是 在科技创新层面的话 应该对民营企业 还是开了很多的这个渠道 梅涛提到的这个平台 就是智能供应链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这个平台是北京基于国家力量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 在北京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试验区 充分利用大数据 物联网 区块链等新技术为辅助手段 在供应链的生产 流通 消费等环节 研发具有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 颠覆式创新的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 那么这个平台 到底有什么作用 不仅要监管这个食堂的卫生 我还要去监管这个食材 是不是安全的 你的所有的食材 都通过公共的平台来进行交易 如果出问题了 我应该找谁 然后这个平台上的交易 都是公开 都是透明的 通过这样的监管 它本身就可控了 那的话它本身的GDP 它也能够保障 所以它是 我们既监管了又服务了 在这个平台上交易 如同买卖双方 在同一个玻璃房 额度 监管 服务 都是透明且真实发生 切实保障了 买卖双方的合法权利 今天 梅涛又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出差 一年中 他能安静地坐在办公室的时刻 屈指可数 这次出差前的准备工作 梅涛做得格外细致 因为此行合肥 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 我们的这个 智能供应链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研讨会 那下面我们有点项目 和人梅涛 让我们介绍一下 才会领导的参考 好 今天确实是我们这个项目 应该是第一次线下的讨论 那我们所定义的 这个智能供应链阶段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 那个人工智能 ILT 还有大数据的话 能够进一步地提高 我们整个供应链的 高度的协同性 组织性和优化性 我们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技术 互联网技术 包括那个大数据技术 使得这个转型 成为了一种可能性 这次会议 汇集了来自北京 上海 合肥等地的多个科研应用单位 和高校的专家教授 这是项目落地以来的 第一次线下会议 大家齐聚一堂 分享应用实践 和科学创新之间的 问题与解决方案 那么 智能供应链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究竟能带来什么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测算了一下 我们每年产生的 直接的经济效益 预计是大概十亿元 我们创造的直接的就业 大概到了十万人 对 如果这个场景 能够继续扩大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预测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我们每年的间接经济效益 能达到将近一千亿 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 应该达到了一百万人 我跟你说吧 就是说你是积极 但是你还没有更积极 对 我就这么说 你遇到的情况 我在心中都遇到过 对 但是就是你再往前供 再往前做 你是可以做出来的 你就是要寄完一堆 对 这就是梅涛 科研公关的路上 绝不会停摆 在大科学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大部分的学术项目 都是由研究者的 兴趣与个人追求为主导 在日后或偶然或必然的情况下 在应用于生产 但在工业界却截然不同 工业界会根据人们的需求 来计划研发的方向 梅涛认为虽然两者之间会有摩擦 但找对了方法也能共赢 我自己认为我的优势 或者我的特点就是 一串角在学术界一串角在工业界 我们做研究 最终是要解决问题嘛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 大部分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实践 来自于应用的 学术界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法论 我们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独特的 一种研究的思路 多年的科研让梅涛清晰地认识到 把学术界人才聪明的算法 结合互联网公司大量的数据 学术和工业二者结合 才能推动智能供应链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一步步走向完善 思路清晰 做事果断 如今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 这些特质都在梅涛儿时的内心里 种下了萌芽 标签挺重的 想撕也撕不掉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参加过一次市里的奥数 就拿了一个三等奖 然后当时我们校长 早上我们星期一的时候 开那个广播大会 就说了我的名字 说这个同学将来是可以做科学家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出张我内心的这个希望 就剥下了一个种子 虽然我不知道科学家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科学家 应该是一个挺高尚的一个 类似于像茜月森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些人物 能够为国家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职业好像挺不错的 从儿时的科学梦到如今的科学家 梅涛的本科 硕士 博士学业 都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 这次回合匪对他来说 意义非比寻常 工作之余 梅涛决定带我们一起走走母校 回忆那段青涩的时光 我很想就知道 就是说我们老师也说 我们班里最聪明的是 那几个肯定是没有我的 我不在那个里面的 我也很接受这个现实 但是我不代表我屈服于别人 对 但是我发现 你那么努力也是可以超过别人的 我是96年来的话 那边那个楼就是那个 西区的那个本科生 那个宿舍楼 然后我当时住在那个2号楼 这里原来是一个小麦布 下完自习之后 这边是宿舍 然后这边是食堂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拎着开水瓶 然后拿着那个饭碗 拿着碗去食堂打饭 打水 每次都会逼经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海报 海报的那个看海报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一块 梅涛的家境很普通 大学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在学校的活动中心 勤工俭学补贴日常开销 有两年 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放电影 那时候他每周要手写 九张放映海报 贴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 我记得最好的一部片子 就是那个Titanic Titanic连续放两周 然后五六七五六七 对 因为我们勤工俗学 就是看的人越多 那我就从里面 我们三个同学 勤工俗学就可以去分拥 但是说实话 我放投影放了大概有两年多 我自己没看过一部片子 就是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片子 在放电影的时间 梅涛也会在放影间看书学习 当梅涛面对众多天赋异禀的 师兄师姐时 努力追赶是他唯一的选择 让不懈努力变成自己的一种习惯 当说起上学时候的往事 梅涛的眼中满是回忆 你聪不聪明真的不重要 这个社会也不是说 贼聪明就一定 一定取得很大的成功 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说 就是说很多人 就是说99%的人 会在一件事情上 坚持到一定的成分 他就放弃了 然后只有1%的人 会付出99%的努力 去超越这99%的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你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你就会超越你的那些同伴们 借着到合肥出差的机会 除了回母校走走看看 梅涛还有两个 很重要的人要见 我一般一两年就会回来 去看他们俩一次 周老师 周老师 你好 周老师 给您的鲜花 来来来 冯老师 冯老师 梅涛今天能够到北京工作 得益于他在读博期间 有了两位老师的推荐 我和周老师 也推荐信 两个教授推荐嘛 早上反馈 后来说人也不错 很努力 后来到我们 我们在杭州开会 我们到杭州 又去参加微软的一个会 他们的这个副院长 专门找来找 好几百个人 他在屋城里 找到我们 专门要找 要找 找来干嘛 找 表扬梅涛 梅涛如何好 对 他可能会觉得 说我们没有看出 没有看出人 把推荐的 没有会问他们 他们被我的包装 哎呀我们俩就好高兴 在杭州那次玩得特别好 他真的我那个人很感动的 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学生成才 有成就 这比什么都高兴 梅涛来到北京 在微软研究院学习工作期间 众多来自清华 北大 海外名校的顶尖学子在身边 每天都有新的研究成果 对比之下 梅涛的研究却进入了瓶颈期 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研究 梅涛渐渐发现 北京除了有浓厚的学术氛围 也是一个兼容开放的多元化城市 在这里个人的力量显得渺小 机械的埋头苦干 开始让他感觉到了力不从心 单纯的视频分析研究让他发现 多方面的数据缺失 让他的科研进展缓慢 然而 帮他打破科研僵局的 是一次意外的邀约 周浩 署上海纵 有你有我 相遇相适相互作弄 欺欺欺欺欺欺欺 喔 我們當時有個叫黃老大的 有這麼一個人 是我們微軟的這個後勤的總管 那有一天我們上電梯 早上他看了我一天 他說樂隊缺一個主唱 去不去 就呼啪呼啊 反正去試一下 我記得另外一個主唱是日本的 他現在是早樂田大學的教授 我們的吉他現在是大學的教授 對 他做的方向跟我一致 都是計算機的視覺 我們的那個Drammer 是一個美國人 是一個德國人 他是做語音識別的 反正都是不同的這個背景的 地域的人在一起 大家挺好玩的 然後第一次上台發現忘詞了 然後就靈機一動 就把那個歌詞重複了唱了一遍 也沒人知道 對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 其實你也不用在乎觀眾 喜不喜歡你 你也不用在乎那些人怎麼看你 我們這個樂隊上去 其實是為了自己 為了讓自己覺得這個 實現我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 就行了 這段組樂隊的經歷 對於梅濤而言非常寶貴 以自己的特長 與世界各地的樂隊成員 相互配合 跟著樂隊的節奏來調整自己 引申到工作中 同樣也需要充分參與到 各個團隊的協調配合中來 這樣他從單純的自我努力 轉變為相信團隊合作的力量 這種合作不僅在於音樂 對於科研工作也同樣適用 然而北京所賦予梅濤的 遠遠不止於此 對我來說非常幸運 我在北京電影學院 上過這個導演課 對 因為我當時要學會 怎麼樣學習那個盡頭的藝術 盡頭語言 然後我們還跟北京的心理所 北京大學的心理學系的老師 在探討一些心理學 怎麼樣跟多媒體的結合 然後我們還跟計算所的 另外一波同學 在討論體育視頻的一些分析 在北京的話讓我眼界大開 在北京的話 我基本上遇到了這個領域 最有活力的 而且是最有競爭力的 而且最有進取心的 這麼一幫年輕人 2020年 梅濤當選青年北京學者 青年北京學者 是北京市2018年起 實施的人才培養計劃 通過選拔一批創新能力強 發展潛力大的 具有國際視野和先進水平的 青年學術技術領軍人才 給予長周期穩定支持 形成與北京學者計劃相銜接 與北京市各行業 各系統人才計劃和工程 相補充的優秀人才選拔培養體系 我們都是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做了一個聯合實驗室 通過這個聯合實驗室吸引了很多優秀的學生來我們企業來實習 超過應該有相當一部分比例來自於北京的高校 因為北京的高校畢竟離我們很近 像我們有從清華的數學學院來的學生 然後從北理工來的一些年輕的老師 包括我們北游那邊也有一個做藝術設計的老師 在我們這邊做訪問學者 我覺得不管是從人才資源應用場景政策來說的話 我覺得北京確實是在人工智能裡面來說的話 是一個首選之地吧 這個叫花式熱身法 自創的 這樣可以把這個腿盡量地可以拉伸把這個後側的 梅涛喜歡跑步 一項極其簡單的運動 在他這兒卻是要閱讀多本書籍 掌握若干要領的運動 正好我有一個朋友他是教授 他給了我一本書就告訴我怎麼去練習跑步 對 後來他又送了我好幾本書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地 踏上這個跑步的步歸路了 跑步五年來 梅涛堅持隔天跑步並參加馬拉松比賽 對梅涛而言 跑步不僅是休息運動 也在幫助他平靜和思考 從跑步中獲得對科研的更多靈感 多可研也不是那麼的故障 是吧 然後生活也不是那麼的痛苦 就是我覺得這個人在奔向那個美好的 終點的同時 也是可以看到沿途和風景的 如今距離2022年的 雙十一電商購物節已經進入倒計時 梅涛帶領的研發團隊 還在傾奪密鼓地推進著機械幣的測試升級 他們要經受的不僅僅是眼前的數據 而是智能供應鏈 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 在實戰打磨中的一次大考 作為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家 梅涛堅信 科技進步將造就更美好的未來 20大報告中提到了堅持三個第一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人才是第一資源 創新是第一動力 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力 這一點的話 深深地觸動了我們廣大的科技工作者 通過科技創新 科技人才的培養 實現我們心中的科技報國 科技強國的偉大的夢想